整個嘴巴有油脂 它裡面的肉超爆嫩 加冰淇淋更好吃 歡迎收看 於是這樣 我是B 今天好興奮喔 今天繼上一集北投市場的美食之後 我們今天要再來拍泳村附近的市場美食 今天會一一的誠實步行 這誠實步行 這樣吧 隨便 那我今天帶了兩個台北人 南部的口味到底符不符合你們台北人的口味 好 那麼我們準備好肚子 來 去哪 這家就在泳村捷運站的旁邊 這一個是豬肉起司蛋餅 欸超厚的欸 肉很厚實欸 但是 早上吃這個可能會太 這個肉是不是有一些自然的味道 香氣是很夠的 香氣是很夠的 我喜歡這個 高麗菜的香氣跟九層塔的香氣混雜 然後跟蛋品的那個厚實的嚼勁 這個可能因為有滋然味 所以不敢吃香料味太重的人就會比較不喜歡 但是攝影師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它蛋 它的蛋是 這種 金牛牛的 嗯 這家在 拍居也非常非常的行 這也算是慕名而來 走路走路走了三分鐘 然後來到了一家 震東 倫捲 聽說它是巨無 倫餅 我跟你講 我們真的不太會說 潤捲的台語 它是 潤捲狗啦 就是 潤捲狗 清明姐掃不回來 都會吃 自己狗的潤捲狗 裡面的料理是我們馬船欸 你知道嗎 好醜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料 我一咬下去就咬到生酥的香 然後它有放一些芝麻 然後肉鬆跟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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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高麗菜 豆芽菜 味道很綜合 就是有鹹有甜 然後又很輕鬆 就對我很喜歡 因為我不喜歡裡面 有的加滷肉 那個會讓人覺得很沉重 然後又濕濕的 它裡面是乾爽的 乾爽的 乾爽的 潤捲狗 狗就是 給它狗出來 那個是一個凍子 就是把它捲起來的意思 喔 還有一個重點 它沒有香菜 不能捲裡面 不要有香菜 很單純的味道 對不對 你喜歡香菜喔 我們總算吃完了 你知道一個潤捲吃多久嗎 我們吃了三十分鐘 總算吃完了 不過是蠻好吃的啊 但是一個人正餐可能有點多 你可能要先餐四盞飯 然後分給家人吃喔 那我們GO 下一家 我吃滷肉飯 上次我們去市場的時候也是有吃滷肉飯 上面的肥肉就是有比較偏多 然後偏 偏肥 哇這很有膠質耶 會黏的那種 它是 整個嘴巴 有油脂感覺 然後它的那個 油花 對一黏一黏的那種耶 欸它這個鴨蛋的蛋黃 很大耶 很大耶 很大啊 鬆軟耶 不會 它的蝦捲是有小蝦子的那種在裡面耶 就是它雖然用炸的 但是它沒有很油 然後它裡面就是 是酥軟的 然後熱的 兩小根就是酥 其實有點 台北啦 對 我覺得蝦捲是好吃的 那有滷肉飯 另外要 醬汁沒有什麼味道 喔它醬汁比較蛋 所以它要咬到它的滷肉去搭配吃才有味道 整隻切斷送進去 然後壁齊就是增加它的口感 所以整體來說 比較 吃起來比較有趣一點 就是 然後不會都是 講 吃下來 如果你午餐吃到這一個便當 是會很開心的那種 大家對滷肉飯的喜愛有多少 由你來判定 好嗎 那我們來到一間文青 的咖啡廳 我們點了這個 聽說是它的招牌耶 冰淇 脆皮 蘋果派 吃熱的嗎 所以它有兩種口感 它的蘋果第一個比較軟辣 那第二個 再吃它的 它的其它的地方是脆的 它的其它的地方是脆的 這看起來就好好吃喔 加冰淇淋更好吃 因為它冰淇淋比較偏甜 然後它的餅皮是熱的 它蘋果又太軟酸 它整個很有層次耶 它麵包本身的口感搶過它 肉桂捲的本體 肉桂捲的本體 肉桂捲的味道 所以喜歡 很喜歡吃肉桂捲的人 可能會有 不太不太失望 對 應該是它的麵包用的 不是一般的那些麵包 對 這裡的環境我也覺得很好 非常適合來這裡 聊天工作 或者是放空 我覺得蠻悠閒的 在虎林市場的小攤位中 那它只有賣雞塊 雞腿 雞翅 跟薯條 就下午三點才開始營業 聽說它有連鎖店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我先來吃吃看 它每個都這樣油油亮亮脆皮的耶 它的外皮好鹹啊 被它胡椒嗆到了 我來吃吃看它裡面 喔 你看 它裡面的肉超飽嫩 好好吃耶 薯條我們沒有買 但是薯條是那種黃金脆皮的 粗的 那剛剛吃完那個炸雞 我們吃得非常的狼狽 手都是油油的 外皮看它有點炸的 比較過頭就是比較酥脆 就覺得它裡面應該很柴 就覺得它裡面應該很柴 不對它裡面超級無敵嫩 但是 整個 吃起來是 對話還是會覺得非常油膩 因為它的外皮實在是有點太厚重 今天 在 這裡是 第一晚春捷運站 那我就是在兩側這邊 都搜尋了一些好吃的東西 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我今天 最喜歡最喜歡最喜歡 吃的是 下午的那個 蘋果肉桂的那個 冰淇淋 酥皮 蘋果 派 我覺得那個派真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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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所以我非常 最喜歡吃哪一個 來 您先說 冰淇淋 火鍋飯的家裡 我覺得那很好吃欸 那妳呢 我喜歡 第一間的那個蛋 蛋 那個肉排有特殊的香氣 大家都非常合我胃口 然後跟 我的攝影師們的胃口 但是就是大家各其所好 就大家在台北的 詠春捷運站走一招 那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下部影片 與你同樂 掰掰 拜拜 拜拜 冬宵夜市 的潤餅 很好吃 太燙了是不是有點 對 我很喜歡吃潤捲 所以 對於這種 我很挑剔 潤餅 潤餅 我很挑剔 潤餅 好嗎 好嗎